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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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位同修 大家上午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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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放掌 我们继续来学习太善感应篇 汇编劫药 善恶之暴 如影随形 劫药 第十七条 宋朝宾 克金陵 先焚香四众 故妄杀一人 前后全佛无算 身光献太后 子孙昌盛无比 又朝汉 克江州 奋城九首 西徒之 汉时为三十年 子孙有乞丐子 二将成功虽一 用心则疏 天之报师 亦因之而异 这一段节要就是讲 宋朝 两位都是姓朝的将军 一个朝兵 一个朝汉 这两个将军 就是平定内乱 带兵平定内乱 就是内战打仗 朝兵他克金陵 克就是克服了 战胜了 金陵在南京这一代 他打仗之前先焚香四众 就是向上天来发愿 发誓 对大众宣誓 就是勿妄杀一人 就是勿网勿众 就是不能这个燕王去杀一个人 也就是说不能去杀害这些无辜的人 那么前后 前佛无算 所以他虽然攻克这个金陵 但是他没有乱杀人 所以很多人就避免战乱而被冤枉的杀死 那么另外呢 另外一个是朝汉 那个朝兵呢 他这个就是不乱杀人 所以他攻克金陵 也救了很多人 后来呢 他封了王爵 他那个官 升官 升了一个女儿啊 就是光宪太后 就是皇帝的这个太太了 后代的子孙啊 昌盛无比 后代子孙啊 代代啊 都很兴旺 这个是朝兵啊 他基因的 他基因的 不枉杀人 累积的 因德啊 辟印到子孙啊 辟印到子孙啊 辟印到子孙 这个就是 县世报啊 很好的国报 另外呢 也是姓曹 曹汉 他克江州 是在江苏这一带 那么他攻了很久才攻下来 混城九首 他很生气 那这个城里面的人啊 顽固的抵抗 他攻了很久才攻下来 他就很生气 那这个城攻下来之后啊 西徒子 这全部都杀光光了 这个好人也杀 坏人也杀了 该杀的也杀 不该杀的也杀 全部杀 那个叫做滥杀无辜 滥杀无辜 滥杀无辜 所以这个曹汉啊 他就造了这个乱杀人的罪业 滥杀无辜这个罪业 这个战争啊 如果这个率领的主将啊 他没有仁慈心啊 那很容易造成滥杀无辜 这个罪业 那么曹汉呢 死了还不到三十年啊 他的子孙啊 都有变成乞丐了 也就是家到啊 衰落了 也就是后代啊 都不好了 都不好 那么 胡二将成功虽一 这两位曹将军啊 他们都打胜仗 成功是一样 但是用心则数 那两个人的心 心不一样啊 一个有慈悲心 一个没有慈悲心啊 滥杀无辜 一个人啊 保护这个 善良的人民 不滥杀无辜 连一个 他都不滥杀 所以 他的果报 后代子孙都很好 很兴旺 那曹汉呢 他就不一样了 他滥杀无辜 他就 没有后代了 成功 多次打胜仗 但是啊 心不一样 所以 天之报是 亦因之而异 所以这个天 这个因果报应啊 那也不一样啊 两个人用心不一样 造的业不一样 果报也就不一样 现在这个滥杀无辜啊 我们 也看到啊 这个乙哈战争 这个是最明显的 这个 真的很多 大多数 都是无辜的平民啊 非常可怜 这个 滥杀无辜啊 将来果报都不好 冤冤相报 冤冤相报 所以 这个是县世报 县世报 那当然这个果报 我们就可想而知了 你这个滥杀无辜啊 这个果报都在地狱啊 都在地狱啊 这个地狱出来啊 还要到恶鬼 还要到畜生 带到人到来啊 还有余报 还要还债 这个 后面啊 果报啊 就不得了 所以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这个 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个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好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留意 Griffith teaching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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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